- 放死!我有重要軍情需附上商議,而等屢次阻攔我敗解,究竟是何用心? - 丹陽,也許這幾日,帝君為了氣血一事煩憂,才會... - 我們還是改日再來吧- 堂堂門尉,竟難敢阻擋皇帝兒子? - 風塞是丹珠殿下,發生了何事? - 希望,不是和蘭香姑娘所說這事有關- 站住,你們是何人,竟敢在宮門前噴火? - 好大的官威啊- 我們要見蘭香,或者依齊帝 - 啊,神醫,不是,守衛大哥,不久前,蘭香姑娘有來找我們,所以... - 啊,彈珠走了,好險啊,謝謝你們 - 遊眠? - 銀川說得沒錯,你們真的來了 - 走吧,彈驚要見你們,我帶他們進去了啊- 啊! - 那兩個花美蘭,竟然是帝都的人啊! - 沒想到銀川遊眠,竟是依齊帝會下- 她,就是來自君子國的載府譚靖- 奇怪,怎麼沒見到依齊帝- 諸衛之事- 我已聽蘭香和攝日王所說- 今日請諸衛前來- 除了向諸衛當面致謝者, - 除此之外,另有一事,希望能從兩位口中得到解答- 譚靖大人但問無妨,小民願全力配合- 藍香,銀川- 果然與鯨魚產生共鳴- 不,這已非單純的共鳴- 他們兩人之環- 雖與鯨魚同屬- 卻擁有骨與鯨魚 - 卻擁有鯨魚的支配力量- 譚靖,難道- 嚴壽而復活,生之力- 削減奪取性命- 死之力- 正是南北斗星神持有的星輪所思之能- 若未猜錯- 這兩枚紙環- 恐怕正是兩位星神所遺留- 這麼說來- 在高世山- 我和游眠看見的- 是南北斗星神的藏魂- 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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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枚紙環- 恐怕正是兩位星神所遺留- 這麼說來- 在高世山- 我和游眠看見的- 是南北斗星神的藏魂- 藏魂- - 你們二人指環- 可否取下- 我已試過各種方法- 可惜- 連刀刃也拿不下來- 雲兄- 你竟連刀都試過了- 譚靖大人- 小民所居的封明村- 在月前遭受靖的洗禮- 小民僥幸逃過一劫- 內心卻有諸多疑問- 小民惶恐- 若手中指環- 真是南斗星神之物- 請大人示下- 該如何才能- 對桃堂有益- 對蒼生有益-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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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 - 示期 Market,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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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可以-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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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思考- 可不思考- 可不 like- 是否真能- 因此消除- 様種的基本事- 還有- 蘭湘姑娘曾說- 有件- 何一七弟相關之事- 想託付我們- 究竟是何事- 一七弟- 怎麼不親自召見我們- 此事- 明日再談- 來人- 先帶她們- 下去休息- 下醫序- 隨我來- Aubender- 出站了 sobie- 來人- 先帶她們- 下去休息- 諸位- 随我來- Subst chambers- 查供位- 隨我來 沒想到此次銀川與遊眠茶坊能有如此意外的收穫 譚靜,接下來你有何打算 那個譚靜看起來好像不是什麼好的 角色設計有點尖血的樣子 有種不能移動 好,可以了 為什麼要戴眼罩啊 與其說是百事,倒更像是奇巧的機闊 你們要做什麼 嗯?什麼情況 留下命來 結果竟然是紅門宴 你們做什麼 不說話 難道是譚靜下令的 不可能 莫說譚靜大人不會這麼做 輔出龍潭又入虎穴 都要保命 只有全力脫困了 怎麼莫名其妙,黃帝又想出一下我們呢 怎麼莫名其妙,黃帝又想出一下我們呢 好,別走 你… 快點,接受 告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他都不讲话 原请跟一齐地有过节吗 看到这个反应 准备好改名字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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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容将军 我们无意冒犯 有话好说 有什么话 剩个娃再说吧 没想到居然有点本事 盘容 老虎 看来你的名字 要倒过来行 潘靖大人 这一切 难道真是你所受益 帝君他 究竟怎么了 你们若想活命 就全力施围吧 听闻阁下剑法惊奇 但想据我们性命 恐怕也非意识 结果如何 以剑论断 天造无常 我行我闹 牛牛这个时候突然抢劲头 失礼了 哇 哇牛牛那招 打掉他们不少血 效果不错 你先退下 要出现了 英雄的宝库 要出现了 英雄的宝库 这次是真的来捡尾刀了 补词 蓝香姑娘 是射网 朱尉 方才失礼了 坦靖 他们本事好得很呐 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 迷而不失 惊而不慌 诸位除了伸手出众 还能临危不乱 从容应敌 很好 谭靖 我的眼光不会错的 谭靖大哥既已亲自确认 还请尽快决定 等等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方才所有的攻击 都是为了测试我们 蓝香姑娘 你真不够意思 亏我们还如此担心你 抱歉诸位 此事攸关帝君安危 不得不 但我相信 谭靖大哥自有分寸 试炼还未结束 你们随我来 密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炼 达 会 有 身为淘汤国的宰府 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 好歹我们也帮忙打退了气血刺客 就这种对待 嗯 王叔姑娘说得不错 你们有一盏茶的时间 用手中指环 证明你们的能力吧 境遇 是因境而产生的玉石吗 风采在大殿上 我身上的玉石 以及兰香姑娘她们的 确实与指环有所感应 若上方所相遇时也是境遇 云雄 你怎么看 机关在上方 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运用指环试试看吧 我知道一炷香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那请问一盏茶的时间 有人知道是多久吗 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边要解谜哦 这边要解谜哦 出了一个像是遗迹的东西 我怎么有种被利用的感觉啊 好家伙 原本需要九人使用境遇 方能开启的水晶 你们两人居然轻易便办到了 本事不小啊 谭靖 我早就说过 他们一定行的 依照约定 我告诉你们帝君 目前面临的险境 为了九州存亡 帝君冒险 亲往幽都之门布州山 寻找关键之物 然而时日已过 帝君却迟迟未回 我们猜测帝君遭遇困难 陆续派了林立高墙的乌布 透过水晶进入 却依然时辰大海 如今连结幽都之门的水晶 即将消失 我与兰湘欲望布州山救回帝君 若得两位协助 此事必成 兰湘恳请两位阴云此事 和南北都指还之力 定可救回帝君 既是帝君之事 身为桃堂子民 在下定当 我们不答应 开什么玩笑 谭靖 方才你可是想杀了我们 现在却还想要他们为你做事 布州山是什么地方 它可不是隔壁的山头 这肯定是纵死 汪叔 你听我说 不行 你绝对不能答应他们 汪叔 我来帝都 原就希望能拜见帝君 如今既是帝君遭难 我岂能做事不理 你 你这个呆子 有必要为了别人 把命都填进去吗 算了 你这个烂好人 既然你想去送死 就去吧 本姑娘不管你了 汪 汪叔 今日我们若不答应 你是否还是会亲自涉险 帝君绝不能有事 既如此 在进入布州山前 让我先为你治伤吧 汪叔 对不起 我知道其实你是关心我的安危 替我生气 人心险恶呀 这一路走来 你总是顾念着别人 也不为自己想想 真是气死我了 抱歉 这也许 和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有关 愿望 我从小被视为灾星 八岁开始 便在山上一个人居住 山上的时间很多 所以总想着 要如何让所有人开心 长大之后 偶尔听说诸国情势和静的消息 我开始想 若有机会出村 一定要努力让九州百姓都能喜乐安康 你的志向还真是远大 但你不止对人如此 何以对周那样的神兽也特别关心 因为我能在山里平安长大 是一群温柔的神灵陪伴我 养育我 对我而言 他们是我的家人 和朋友 真是难以想象 虽然我知道 神灵与人曾经关系紧密 相依相存 却从未曾相信 毕竟所见所闻 皆是灾难纷争 在我父母被录之时 神灵也未曾出现 所以我对他们 可没什么好印象 我相信直到现在 仍有许多神灵憧憬着那段 无忧无难 万物其心的过去 若有朝一日 能找到重现之法 我并不顾一切为此努力 不过 当然得先解决眼下的危难才是 原来你真是一个呆子 一个认真的 让人压抑的呆子 看来你之后 也不会懂得保护自己了 我若不帮你 说不定 你很快就会被人害死了 那样的话 我会很困扰 因为 我居然也有点期待看到 你说的那个美好世界 王叔 虽然 我觉得自己很吃亏 非常吃亏 不过 就暂时再和你同行吧 酬劳的部分 我就先记着 等哪天想到了 再和你逃 可是不周山危险重重 你没有必要 不周山算什么 这九州 可没有我旺叔不敢去的地方 更何况 你和神医 不是有神奇的指环吗 到时 你别把我抛下不就成了 旺叔 谢谢你 谢什么 我们赶紧回去 找神医他们吧 这两个人的个性 其实蛮互补的 悲心就是太过烂好了 方叔可以及时拉他一把 但说无妨 呸呸呸 本姑娘还不想死呢 再说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完成 绝不假守他人 在下 倒是小觑网术姑娘了 盘境大人 若在下 有幸不辱使命 只愿能败入大人门下 为帝君效力 你想败入 我的门下 我会记住的 各位 请随我来 从 从水里走进去 幽冥生于混沌 混沌为虚无之水 故以水为美 乃是进入布州山 最快的方法 行了行了 不要说了 莫叔 你的脸色 怎么那么难看 书乎足一向聚水 王叔姑娘 说到怕水 王叔根本就是猫性格啊 猫都很怕水 又很任性 嗯 怎么回事 大树 陶石 我们既然是村子里最厉害的 以后就叫 风鸣三虎好不好 不好不好 牢会有什么特别的 叫风鸣三郎 风鸣三虎啦 风鸣三郎 风鸣三虎啦 嘿 难听死了 嘿 大树大树 你快说 还是风鸣三虎比较好吧 不说 大树 明明是风鸣三郎 听起来比较威风 风鸣三虎啦 不行 风鸣三郎 那我们来比划比划 谁赢了 就可以取名字 好 好 大树 你来做见证 可以都不要吗 大树 等一等 石头 大树 都是你 都是你 都不是你让我下海 阿富业不会为了救我 被海浪卷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胡该地赶到山上去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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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你在哪里 小贝 哥哥 小贝好痛 好可怕 小贝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哥哥在这儿 你别怕 哥哥 你终于来了 小贝等你好久好久 你不会再丢下小贝了 是不是 哥哥怎么会丢下你 哥哥看到你平安无事 高兴都来不及了 来 小贝 哥哥这就带你回家 哥哥 小贝不走 你在这里陪小贝好不好 小贝 阿兴 大树 大树 你 你没死 我还以为 阿兴 你到帝都了吗 我到了 我还见到了大义 谭靖两位大人 和帝君 是吗 你终究还是抛下了我 独自一人 大树 我怎么会抛下你 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去帝都的 我知道 你早已忘了我 不 大树 在我心中 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兄弟 是吗 阿兴 一个人在此地 实在尽 如果你真的没有忘记我 那就留下来陪我 他讲话怪怪的 好像机械一样 哥哥留下来吧 我 这是什么 快把他拿去 是 原来如此 你们 不是真的小背和大树吧 竟然是人鱼 谷方角色剩下细语 另外三个人不知道跑哪去了 哇 他们伤害好高哦 前面的怪都打不动我 前面的怪突然提升了一个档次 竟然残血没死 小背乡 太好了 只环包了你吗 鸣椒血爱人心脆弱之处 一旦踏入他们编织的幻境 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刚才西域看见小背乡 被鸣椒包围起来 还以为小背乡 就要被吃掉了呢 糟了 不见旺叔和云兄他们 难道 小背乡 你先别急 西域好像听到前面 有旺叔姐姐的声音 我们快去看看 前面有旺叔姐姐的声音 哦真的耶 就在前面耶 阿父阿娘 阿父阿娘 他父母亲看起来好普通哦 额多也不是尖的啊 这些年来 让你受苦了 当年要不是日子过不下去 又怎么会让你跟着那些人走 是我们对不起你 阿娘 你别这么说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只要你们和弟弟能过上好日子 要我做任何事都可以 姝儿 好孩子 现在你回来了 我们一家也能团聚了 是啊 你会留下来陪阿父阿娘吧 那当然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先替你们报仇 我要先替你们报仇 小逆子 居然如此敏锐 看穿我的藏匿之处 你是什么东西 刚才那只杀我父母的怪鸟呢 旺叔小心 哇塞 旺叔完全是凭直觉办事情的 偏被他的直觉非常准 女人的第六感真恐怖啊 好啊 居然敢骗我 臭小子为我们好事 杀了他们 哇塞 是爱心攻击耶 是爱心攻击耶 必须阻止 是不是少了一只 对啊少了一只耶 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不周山 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不周山 这地方真是鬼秘 幸亏有你 蓝香姑娘和神医呢 恐怕是与我们走散了 大义神将也不见踪影 啊小飞香 你们看 啊 那是什么 不周山乃幽都之门 莫非是幽都看守者土伯 土伯 土伯 好怂的名字 那我们可要小心前进 不能被他发现 赶紧找到神医他们和一起地吧 我们队伍还缺两个人啊 看来得在路上慢慢收集伙伴了 我被卡住我被卡住了 这是bug 竟然被卡住了 这边过得去吗 疯跳了 祝你 第二天 雲青 明天我们就要比试 你我 只能有一人存活 那人 必须是你 由何 你我皆知 要将这些年来的噩梦结束 只有一个办法 唯有将那人杀了 才能离开这里 你天资聪颖 本事比我高 相信再过不久 必能胜他 云青 答应我 我的好徒儿 你下的毒 可真让为师刮目相看 这生不如死的痛楚 真是太美妙了 不错不错 你果然得到了为师的真正 有何 云青 你 离开那人 离开这里 我知道 你可以的 我的妹妹 这 我抱负你了 云合 你别说谎 我现在就帮你医治 云青 我要了 要让我 我 只有 一个方法 我看不懂 真心看不懂 你 已经下得了手 我 他被附身了 我 不会杀 啊 是人鱼啊 我 不会杀你 那他呢 你杀了 用何哥哥 我要你偿命 没想到这个人鱼的技巧 连我都唬住了 哎 要单干啊 糟糕 云青很弱哎 怕云青打不赢啊 伤害好低哦 他要打多久 有两次哎 居然是北斗星轮 居然是北斗星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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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果然没看错人哪 你将北斗之力 驾驭得很好 虽然你不想承认 但你终究继承了我北斗星轮 与其想方设法摆脱 不如好好体会与运用 记住 你只需要一个师父 而我北斗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他师父就是心里的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所赋予你的能力 可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 你却只想摆脱我 若非有我 你早已死了无数次 这幻境你能轻松突破 你能救他 臭小子 与你说话简直会气死 神医不是被捅了一刀 怎么好像没事似的 你受伤了 我方才 我想看见小哥哥被你杀了 然后 你的伤 是我动的手吧 我全又何一条命 就算你要杀我 我也不会换手 为什么 只是一点小伤 无需在意 看来 其他人恐怕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 我们一边前行 一边寻找他们的踪迹吧 你不是被捅了一刀吗 不先紧急处理一下吗 非心大哥 云兄 摄日王 多谢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 是啊 方才真是吓死人了 诸位 光是你怎么怪啊 看到你们都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是帝君 一副有危险 走 我们快去帮忙 等等 听说土博是大神后土灵破所化的分身 很厉害的 我们真的要和他硬打 好的 主角群们总算是会合啦 那我们找个储存点 今天就先到这边吧